HELLO 大家好,歡迎來到J channel,我是竹子 該次影片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有關目前購物遊戲中 閃光版本酷酷面具現有的一些生成還有出現機率吧 好了,那FuUp不多說,我們馬上來看看 根據目前最新收穫到總共68位訓練師們的報告數 那在68位訓練師們的報告數中呢 一共遭遇了7887隻的酷酷面具 那在該些酷酷面具裡面呢 其中出現閃光版本酷酷面具的只有40隻 換算成百分比的話 目前閃光版本酷酷面具的出現率或生成率只有0.51% 可以看到,近期活動而出現了全新的一些閃光版本 或是說舊的一些閃光版本 寶可夢出現率都是有點可憐 另外稍微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還沒有入手到閃光版本酷酷面具的訓練師們怎麼辦呢 那目前還在進行中的活動 也就是10月22日星期五早上10點開始 然後維持至10月31日星期天的晚上8點為止 大家可以去參與一星團戰頭目 那其中呢就是可以討伐酷酷面具的頭目 然後討伐完成過後是有幾率可以遭遇到閃光版本的酷酷面具的 好啦,那以上就是有關目前購油 系中閃光版本酷酷面具 現有的一些出現還有生成機率 那不懂各大觀眾訓練師們是否已經順利入手了 該吃閃光版本的寶可夢呢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欄留言分享一下 好啦,影片時間差不多 影片最後跟大家說一下 影片作為言論的經過參考 並不能作為一個標準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、分享還有打開小鈴鐺 有什麼話想要對我們說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